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养他们就挺难的 后来他们又生了宝宝 这个宝宝他们当妈的当爹的都不会养 然后就甩给我了甩给干爹了 干爹就得伺候他们 一直伺候到长大了 可以独自生活独等一面的时候 才算完成任务 哎呀 我们家这个小跳桌 这个拿出来好一回了啊 这个每次呢 都是拿出来看一看 观察一下啊 今天呢 呃 我问了很多大佬啊 这个大佬说他们已经可以戳了啊 没必要再让他们在这个网里边窝着了啊 呃 赶紧挑出来啊 然后进行喂食啊 这样对他们也好啊 这个一直揽在家里边的话啊 呃 他们也不会主动的出来去计食的啊 所以说对他们呃 倒是不好的啊 好了 这个今天呢 我们开始啊 这个把它的窝拆开 然后把所有的小条猪全都赶出来啊 看一看到底有多少只 嗯 好 我们现在开始吧 呃 各位好啊 然后现在是第二天了啊 昨天晚上呢 熬夜啊 然后花了这个半个多百小时啊 把这个小条猪全都挑出来了啊 然后呢 这个 刚起床啊 看了一眼那个母的蜘蛛啊 我说给我妈看看啊 我妈过来说看看黑色的小跳猪啊 到底长什么样啊 然后一看密密麻麻一百多只啊 啊 然后我说给你给你看一下他妈妈吧 啊 然后他妈妈 他妈的 啊 他妈的啊 又生了 卧槽 哎 好吧 这个 繁忙的工作又要开始了 啊 大家敬请期待吧 哎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 我们现在来了啊 好多人可能会说这个小跳猪 你拿来做视频做了这么多次了啊 为什么还要拿出来做 我已经看腻了啊 没关系 这个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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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是最后一次啊 给你们展示他们了啊 之后呢 我会挑选出一些朋友啊 然后送出一些啊 小跳猪 所以说 有能力的小伙伴呢 啊 可以帮忙点赞啊 转发一下 哦 没有呢 如果你喜欢呢 可以这个 关注一下大量 好 我们现在呢 开始一支一支的玻璃 哦 看看到底有多少只 可能数量呢 会超越一百只吧 啊 这个之后呢 就不跟大家讲太多的话了 我们 诶 你怎么啦 这里有一支死掉了 刚刚不是还在爬吗 啊 看错了 一支不动 算了 小小小的 怎么办呢 啊 小小的 小小的很会爬啊 啊 各位帮我看着点吧 啊 我现在开始了啊 一支一支的 给他们 给他们全都放到盒子里去 先看一看哪里 比较多 我自己给他们一下 focus 嗯 啊 我们有一支是你们 没人吗 有人吗 很可怕 等一 等一啊 等一 等一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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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支不大 嗯 zeggen que hay 凍得 要不可以 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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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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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